纪念雪宫恩师 李炳南老居士 是台中联社的导师 也是无数人的恩师 老居士慧宴法号德明 自炳南号雪卢 大家都尊称为雪宫 是山东省济南市人 生于清光绪十六年 也就是民国前二十二年 西元一八九零年的腊月初期 足于民国七十五年 西元一九八六年 四月十三日 农历是三月初五 享世寿九十七岁 雪宫自民国三十八年 随孔凤寺官德成先生 由大陆来台 至民国七十五年往生为止 整整三十八个年头 一直都住在台中市 老人家以儒入佛 归于净土宗十三代祖师 印光大师 一生以弘扬佛法 即振兴儒家中华文化为执志 雪宫白天 除任职 孔凤寺官府外 也在中部各大专院校 讲授本草 礼记 唐诗 佛法概论 当科目 晚上则在台中联社 慈光图书馆等处 讲解佛经 古文 历史 和论语等课程 受雪宫教化 及精神感召的学生 联友 遍及台湾全省 及海内外 所以 雪宫是无数人的恩师 民国三十九年 雪宫与董正芝 徐兆生 朱延黄 张松伯等数位居士 筹主台中市佛教联社 一年后 由许克衰 朱延黄 两位大德发心出资 购得台中市绿川 南美绿体像明社一栋 为设置 也就是台中联社县纸 年社成立后 雪宫守定射封十条 旨在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积德求学 身性因果 又定射物三大方针 一是讲眼如佛经典 化导人心 二是集中念佛 各求当生成就 三是新办文化慈善事业 以利道德而善风俗 在将近四十年的中间 台中联社就在这样的宗旨下 推展社务 一批批的联友 一年年的前来接受 如佛的教化 雪宫 雪宫长年 奖金授课 慈光图书馆 每周三的华言金言 成了数千人 增长会命的资粮 老人家一直到 往生前两个月 还依然奖金不错 并且在联社挑灯 讲授论语 希望圣贤的言教 伸直在青年 雪子的心中 老人家常告诉学生们说 我来台湾 比台湾人更爱台湾 老人家爱习的 不是台湾的阿里山 或日月坛 而是台湾老百姓的民心 老人家教导青年学子 要有人格 要有道义 要孝有至家 要行菩萨道 要精勤念佛 要了脱生死 因此 雪公新办慈光图书馆 慈光育幼院 慈德幼稚园 菩提医院 菩提仁爱之家 等等联体机构 切实从文化 慈幼 安导 等慈善事业 来移封化俗 救济众生 白衣学佛 不离释法 必须敦伦尽奋 处世不忘菩提 要在行解相应 雪公如是劝勉 指引学生 自己更是依此而行 他老人家 爱国 护教 悲悯众生的工作 一直在默默进行着 不求明问利亚 远离歌功颂德 我来自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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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宅 我来自宅 宅 温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人家说,捧出心来与佛看,他不断地要弟子们以诚心、识意来学佛、学乳 临终前更以一心不乱四个字为其最后的眼角 雪宫往生了,留给弟子们无限的追思与怀念 在雪宫往生后的四十九天中,连友们在连社日夜念佛回向 然而,成恩容易,报恩难 连友弟子们,要如何报尽这法辱身恩啊? 台中连社,在民国八十年四月 雪宫往生的五中年 特辟红道楼一楼为雪卢纪念堂 永久陈列雪宫、衣冠、文物、法相等 愿老人家的精神,永远责备后学晚生 现在,请听弟子们迎送一首雪宫的诗《残竹》 来缅怀老人家的精神与悲怨 男主,未待阴长热,全年暗渡 战狼光照热,不喜不恒生 男主,未待阴长热,全年暗渡 万主,未待阴长热、全年暗渡 万主,未待阴长热,全年暗渡